回答的GTC大会当中带出来这群人型机器人 跟我们以往对于机器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以前你是要写程式叫它去执行什么事情 现在的人型机器人是你只要让它在现场 跟其他的前辈来学习 它会自己看自己记自己学习之后自己做出来 所以这次引发的这个人型机器人的概念股当中 以索罗门为主连标了好几根的场庭 那大家都在想下一档被黄袍加深的机器人概念股会是谁呢 真的是黄袍加深黄德勋刚好姓黄嘛 其实我说真的这次GTC大会 尤其人型机器人那一段出来的时候 我看完很感动嘛 因为后面出来两个迪士尼的星机大战的机器人 过去让我们知道以前在拍这个戏的时候 卢卡斯在拍这个戏的时候一定是拿人在里面装的嘛 因为那个年代哪有什么机器人 他现在的机器人是可以思考的 所以我们可能未来10年或未来的20年 面临到的一个世界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挥达他真的改变了全世界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他是AI第一品牌 甚至在GTC之前 挥达有一次这个黄文旭演讲 他说他就算对手提供免费晶片他都不怕 他晶片很贵 这照那个Blackwell那一颗晶片 据说至少3万美金啦 而且你以为你买一颗晶片来能做吗 你想太多了 他现在这次推出的架构叫NVL72 他用36颗的GlaysCPU加上72颗的Blackwell 这个算起来多少钱我就不会算了 这个应该是动辄 应该说动辄百万美金之谱吧 这个应该是一个CPU配两组的GPU 然后整个要配36组的意思 所以这边我就不多讲 我们把它这个回到拉回来我们刚刚讲到 其实这一次呢应该说辉达机器人所用到的 叫Jetson平台的衍生平台叫 Jetson Soar 这个雷神索尔平这个平台 不过 在台湾其实过去就已经有 很不少的一些工业电脑公司 其实跟Jetson已经做一个合作了 其实有一家公司其实过去我们跟他讲到过叫什么 叫做充泰 其实充泰事实上这家公司它是全球影像截取模组的理线厂商 然后呢 在过去是用辉达的Jetson平台去开发 VPP 6N0NX这个无人载具啊 然后他无人载具的影像在AI加5G的应用的设计 而且他这个Jetson平台开发出来的东西 他能够内建叫Tencent Core呢 专为AI推理来训练 那你如果说你要做的是一个边缘运算的话 如果做边缘运算的话事实上 他还可以帮你提供100个浮点运算 但是100个说真的跟这个 跟这个Blackwell天差地远的 可是 我说真的有些地方你不能上网啊 当然如果未来以后 以后这随时都可以上网那另外 以后你不能上网的话 边缘运算老实说 100个浮点运算算一些小事情已经够了 对不对 甚至过去其实充态除了我们刚讲的 Jetson的一个无人载具这个平台之外 另外还有什么 这个应该说辉达的MGX啊 这些所谓的医疗平台部分他都有合作 因为他的专长是什么 影像 那影像呢要截取完之后 要做判读嘛 那判读你叫充态做判读 我相信也不会啦 你当然要叫辉达的晶片来做判读 所以 这部分的想象空间可能就真的是非常的大 那另外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秀一下 就是这张图没错对不对 这张他所合作的这蛮多的啊 这边 这里啊什么医疗的平台 你看这看得出来这边看不出来就是 应该是哪里 哪里长的什么席肉嘛 类似这个东西对不对 然后呢 这些期待说IGS平台MGS平台甚至包括 其他的平台反正主要就告诉你什么 他就是跟影像截取 跟影跟这个 跟这照片 去判读有很大关系 所以 这部分在医疗上面的用途 只有越多不会越少 所以你会想到以后 我们到医院去说真的医生只要在那边撬着二郎腿 按按键盘就好了 为什么 你不要乱讲医生也是很利很重要的 还有工作做不错耶 万一没工作做怎么办 对我都很担心我们分析师没工作做了 哪一天你看人在解盘 来上小玉节目 我们真的 我就没工作做了啊 这我很担心啦 不过再来除了这个我们刚刚讲的一个充态之外 还有用到Jason平台是谁 其实这一次GDC有一家公司去参展 不过我先建议大家就是 因为这家公司其实去年获利不好 你可能等拉回再说 因为这一次机器人的公司啊 我们用鸡犬升天 应该可以吧 不过鸡要改成那机器人的鸡 我没有记错的话林老板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这个样子的人为什么呢 他所做的是什么 帮一些中小企业 提供了开放式标准的平台 所以你要去做机器人的话 你找辛亚一起合作 开放标准平台就告诉你说 我这些东西有开放标准 然后你要做什么 我来帮你做 对我来帮你做 你不用说我每天都要依照 依赖这种很大 很大公司就像广民 今天你说你去 这个机器人需要用的时候 你去找广民帮你做 我告诉你 你排队在很后面 因为广达一定排第一名 对但辛亚是小公司 所以他反而可以 帮这些中小企业来做 那我们看到其实辛亚呢 他跟Jason平台合作什么 他合作很多样化的产品 那这一次GDC展示的 Jason平台是用什么 用强顾 强顾高效轨道车载 解决方案 而且这个解决方案事实上不是 说今天展示是新的 他去年11 12月份 他已经有记者会 他告诉你说 他已经怎么样 他已经打入德国的公共工程 因为说公共轨道商 就是这种做大型工程 但是这个哪一家 他是没写啦 不过就是大型工程 未来就是轨道 你看那火车啦 那个电车里面 就有辛亚的系统 然后我们刚讲的 开放标准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对不对 而且除了跟 辉达合作之外 他跟SAP 刚讲那施埃浦中心 SAP罢名的嘛 SAP跟联想集团 跟英特尔那些智慧合作伙伴 然后呢 这些来做一个合作 事实上 他先前在去年的 台湾的自动化大展 他也跟英特尔发表了一个 台美德合作的一个机器人 机器人平台啦 有兴趣大家可以查这张图 没有错嘛 有台美德这张图 有有有 给他看一下这张图 对不对 他发表一个台美德联盟的机器人 对不对 然后这个另外一张图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金汉这一次啊 他的主要 主要参展的东西就是 无人车的无人轨道部分 所以你去看到他所做的东西 老实说我觉得 我还蛮欣赏这家公司的 虽然说这家公司是没赚钱的 可是说 股价涨这么高之后啊 其实你可能等拉回再去做切入 因为 如果未来机器人 人型机器人发展方向这么大 甚至包括以后 以后高铁可能 不用人开车了 对不对 当然 可能比较安全啊 我不太晓得 不过 这东西其实发展的一个 应该说状况应该是越来越好 另外最后一家公司 我们谈到什么 3088的艾讯 这家公司其实 他是 严华的子公司之一 然后呢 这几年去获利真的很好 我们刚刚讲的那几 两档股票 你如果看本益比你买不下去 但这一家公司 你看本益比你就敢买 因为他去年赚7块多 现在股价呢 那我们要大概90块上下吧 所以 算是少数本益比较低的 但是他爸爸是谁 他爸爸是严华 严华持有28% 然后呢他也提供全方位的 挥达Jason平台的产品组合 然后呢建构各种 电脑视觉程式的任务 然后呢 所以你可以知道其实 用到Jason平台的话 其实电脑视觉就 就比较简单了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之前呢他的电脑视觉 去跟智慧感测器合作的 领导者叫Seek来做合作 而且也跟工业相机领导品牌 叫Buster来做一个联盟 去强化机器视觉解决方案 所以未来这些跟机器视觉 有关的一些公司 说真的 配合上 挥达的Jason Sewell的平台 我认为 会使得说人型机器人 未来发展是完全不一样 跟你现在看到的 可能是完全不同 所以 你现在以为的机器人概念股 以为机器人概念股 受惠非常多的 我告诉你 很可能 明年或者很可能 几乎两三个月之后 人家告诉你 原来他们反正是受害的 那如果说这三档个股 你认为 谁可以抱久一点 谁的爆发力会比较高 其实我认为 本益比低看爱迅 对爆发力高看新汉 但是如果说 对爆发力高 加上本益比中等的话 你可能看来是冲台 因为这三家公司 我觉得都还蛮OK的 OK好 今天为什么你们要请 冠青来帮我们看一下 这一次的GTC大会 这个外行的看热闹 内行的再看门道 到底除了所罗门之外 还有哪些个股 接下来有机会 也是黄袍加深 只是要从本益比 或者是从获利的角度来看 那到底长线 由于这些建立股呢 这三档个股提供给观众朋友 来进行参考 也希望大家在G7人的概念当中 能够获利满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